很多時有客人反映 天曬都有黑刺的情況 今次我要介紹這個三房海景 一定不會包你完全改觀 今次我要和你介紹這個海景單位 位於天曬的海縣曬高層A室 實用面積900平方尺 整體整間屋非常光猛、舒服、方正 保養得很好 看上去你還可以看到會所的游泳池景 事不宜遲和我看看這個開陽舒服的單位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這個單位 一層有五火、兩個升降機 火數這一座相對地比較少 但想不到這個單位名堂比較闊 我們一齊進去看看這個A單位 進來經過一個小小圓關位 灌的旁邊做了一個鞋櫃 這裏就是工人套房的位置 猜你也猜不到 這個工人套房大概是26.8平方尺 封面的浴室位有窗 放得下很多東西 同樣都是有浴室和窗 是否猜不到呢 看看這個廳 這個廳是204平方尺 長型布局 闊度分別是11.2呎 長度18.2呎 主要都是看這個南巴勒海峽 奧運站的海市景 對面還可以看到 隔離碎鑽的特色樓層戶 和會所的游泳池 是否很舒服呢 這個廳長型布局非常闊落 樓底高度有10.1呎 看看近廳第一個房間 約箱是57.3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7.5呎 長度7.7呎 放了一張雙人床 都還有位置做 再來看看第二個房間 約望是52平方尺 這個房間主要是放一個大衣櫃 其實還可以放得下床 書桌也沒問題 然後看看這個大概 118平方尺的主人套房 絕對做到三邊下床的效果 非常舒服 同樣都是光猛 很舒服 房間另一端 亦可以做個衣帽間位 做到上頂 浴室位置亦保養得非常好 同樣都是原裝的間架 整體整間屋 你會覺得很方正很明亮 擺位是沒有難度的 擺位是沒有難度的 看看浴室位 同樣都是有窗 有浴缸和電視仔 換個角度 我們看看客飯廳 整體都是明亮闊落的 廚房就是L型的報告 同樣都是看海景 明火煮食 收納位置是充滿 蒸爐、焗爐、洗衣機、雪櫃 都在齊 不說不知 這個雪櫃還是upgraded 十零 這種放賣亦都放租的單位 市場不多 難得有樓看 有興趣 歡迎隨時聯絡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見 拜拜